动作整齐画一 道气庄严 金丝法水庙莲华金藏演绎 慈祭学龙分会同步连线 两天三场近五千人次 共赴法华经的心灵境界 佛法里面的每个道理都是 签书签善然后一些人文 其实佛跟人就是无差异 所以基本上我们只要做就对了 法华经文加上慈祭半世纪以来 一步一脚印的足迹融合成 这一步金藏演绎 参与演绎的每个人 法入心也法入心 我原生家庭的关系 我很多责任要背负 然后就感觉那个心不定 但是来这里加入 我觉得我真的很舒服 找回我心里面的那个平静 身有缺陷也不缺席 志工黄关静 因意外摔伤导致下半身瘫痪 振作起来时又面临妻子往生的无常 让她的人生叠进谷底 佛法的出现让她找到生命的答案 其实是我的老师 我伤痛着的东西 我想不到一个答案 其实在那里 你好像找到一些答案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重生了 我当这个世界我是不懂得的 所以说她现在这个佛法 应该自我去行过一步 这样的东西 演绎的眉目都涉心动人 让更多人了解佛法真实意 我们看到慈祭做了很多那种的 赈灾 救济 环保 都其实是人间的苦难所需要的 那么她就是演绎了一个 那么路式的佛教 可以看到慈祭的付出 不只在马来西亚 其实是在世界跟各地 如果对慈祭有一些了解的人 看到了过后会觉得更加的感动 全球慈祭之工一同深入精脏 期许演绎之工和民众 都能够透过今晚安定内心 大爱新闻 真善美之工 马来西亚报道 来西亚报道